第5章 第一名 前兩名則是聖騎士跟羅歌 我們看到1到5棒 基本上就是一個句子打線 林立这一棒打到了右边方向 中右外野方向 右外手脚步已经停了下来 一出去 最后用一个变化球 三阵掉了陈辰威 两出去 林志平今天被排在第三棒 过去两个礼拜 他18个打数 打了9支篮打 包括一支拳打 这个球游几手接球之后 行进间传一垒 自杀了打击了林志平 也结束了一局上半 乐天桃园队的进攻 这个半局古林瑞昂投出了三上三下 乐天桃的先发投手陈克亦 在今年赛季的保送是一个问题 他的防御率5.15 那每局背上的率则是1.69 因为他在36又三分之二局当中 出现了24次的四坏球保送 要给予的力量是比较大一点 必须要更大一些 对于他的需求才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不然就会比较容易像 现在面对到邱志诚 这个四坏球保送的内容一样 这个需求都会跑在比较高的位置 他来上阵 这个球打成了右边方向的滚地球 穿越出去细枝安打 原本在蕾上的跑者上到二壘 回蕾要快 这是陈杰线今年赛季的第120支的安打 右边方向 哇 这个滚地球正朝着二壘而去 结果是一个双杀打 哇 又是一个变化球让李昂可挥棒落空 李昂可遭到了三振 也让同事队在一局下半的进攻最后室 留下了三垒的残垒 并没有得到分数 被担任阻碍野手 今天则是担任DH 这个球右边方上了滚地球 找上了二壘一手 一出去 那场比赛 最后同事对7比8一分差输球 这个球 二壘一手并没有办法 确实的接补捡起来 已经没有机会传一壘了 这一个滚地球 越过了三垒手的防区 形成了一三挡 十队连续两个半局 都攻上了得点圈 又是一个滚地球 二壘一手接球之后要抛给游击手 但并没有办法来测动双伤 三球三振了 结束了这个半局 师队再度错过了得点圈的机会 没有得到分数 这目前就是0比0 这个球 主审判定是坏球 那就获得了四坏宝送 哇 但这个球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 内角的变化球 K掉了承接线 今天陈柯一的第三K 其实在日本职棒 近年来如果中心棒次的话 变化球三坏球之后 打这种填球 其实比例是越来越高 也像跑者走 但这个球也不用传了 因为出现了四坏宝送 这个半局 陈柯一的第二次四坏球 抓四坏之后的第一个球来攻击 果然是啊 这个球打穿了 中间方向的安打 现在二壘跑久 热过三连之后 回到本壘攻下 飞速 0安可 温安可 安打 而且我们看到 这颗球 其实打出去到 外野草皮的时候 是有减慢的效果 那你安可的击球 而且中外野手 陈辰威也守得非常的深 所以在处理这颗球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哇 这个是同时队 现阶段最需要的 试试安打 对 不用考安打 就可以得奔的机会 但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坏球 出现了四坏宝送 这个半局 陈柯一第三次的四坏球 温安同时队攻占的蛮累 达里面打击率是两成无力 这个球捞起来 打得扎实在左边方向 遭到接杀 不过应该有机会 形成高飞先打 没错 潘杰凯划回了本壘 攻下了同时队 这场比赛的第二分了 没打好 形成了一个冲天炮 游击手应该是已经掌握住了 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 结束了这个半局师队的进攻 不过在这个半局师队这边是靠着 入败球保重跟 适时的推进攻下了两分 现在是取得二平底线 超越了罗哥 不过还落后给圣级是两次的三阵 这个球没有问题 主导裁判拉掉 武林瑞昂这场比赛的第六K 考虑这个问题 九十二球 对对对对三队手赶快 撤退古林瑞昂啊 看杰凯说走开啊 我来就好 变化球 三队手扑下去 游击手在后面接球传一垒 但这个球传到后面去 那现在这个球让冯建廷有机会上到二 那记录上要计 可能会计一支内阳打 但是要加计游击手的传球失误 真的投出了三阵啊 今年古林瑞昂第132K追上了圣骑士并列在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而且在这个半局古林瑞昂虽然面临了德领圈的危机 但是安全下桩 这一队手扑下去 拉回来一队手扑下去没有扑到 这是小黑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 先跟换做投手 之后攻击方才会做相对应的应变 这是陈柯毅这场比赛第七次的四块九保送 又是一个滚地球 投手下球选择传三垒 哇在三垒抓到了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 是一个明显的坏球 这个球受到挤压 二垒手接球之后只能选择传一垒 这一根球打穿了打穿了 苏智杰敲出来安打 现在三垒上的跑者回来 二垒上的跑者也要回来 哇苏智杰这一棒值千金啊 这一颗球 王志轩就投到比较中间的石头球 苏智杰也把握出了这一颗球的机会 那这一棒耶这两分回来对于统一师队来说是非常有帮助 就是磕的球跑到红中高的位置 虽然还是一垒安打 但是在得点圈有人的时刻 这种适时的安打 非常有价值 苏智杰生涯的500分打点跟501分打点 为了几位打者今年对战的成绩 同时的几位打者都打得还不错 这个打席三垒色的滚地球 选择传二垒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 结束了师队在这个半局的进攻 博士队在这个半局是靠着苏智杰一次相当关键有价值的试试安打 打回来两分 现在是取得四平五千 那今天师队是有拉上胡金龙 林祖杰还有江成锋 三位选手上到一军 林立这一棒在中间方向 从来一手脚步停了下来 陈杰线接出了这个飞球一出局 中间方向 陈智威这一棒打出了安打 这是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次安打 不过这一颗球其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哦 博士队跟陈瑞兹中间这个大队接力会掉棒 先来看一下这个右边方向的飞球落地是一支安打 那这一支安打原本在垒包上的跑者上三垒 消除安打的跑者 哇也上到二垒啊林志平上二垒啊 那同一是对这边 丙总要出来比框框吗 这个滚地球二垒手接船 抓到第二个出局处 三垒上的跑者回到了本垒 乐天队打破了鸭蛋 但原本在二垒上的林志平上三垒 朱宇贤的滚地球有一分打顶 变化球 三阵掉了李勋杰 结束了这个半局 那不过在这个半局 乐天队是靠着连续的安打 换过了一分了 把比资追到一 那陪瑞兹今年赛季 当我们球位置的防御率是1.66 那美局背上的六部分1.22 也不算太差 那不过在上一次的出赛 在8月31号面对卫琼龙队的比赛当中 陪瑞兹是掉了三分 那其中两分是自责分 现在比赛古龙瑞兹是带着渗透的资格退场 那现在球队还有三分的领先 右边方向的飞球在界外局 一雷手接杀了这个界外飞球 有没有出棒 主审说有 那捕手球捡起来 用触杀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三阵 两出局 这个球有没有机会呢 在界外区一雷手应该已经锁定了 这个飞球进到了林培文的手套当中 也结束了这场比赛 那陪瑞兹上来关门成功 让古龙瑞兹收下他的第八胜 而且同时对四平迎球之后 也终止了三连败 终止了对战乐天队的三连败 也收下了在台南球场的五连胜 那古龙瑞兹拿下第八胜 而至于陈柯宜其实今天 虽然四外球保重出现了很多 但是在前六局的压制能力 也还不错 并没有把场面搞得很热闹 并没有让这个失分扩大 但最后还是要吞架 这场比赛的败头 那这场比赛的胜利打点是 林安可 在三局下半